今天将是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 也是最具挑战的 国外参赛队今天也是卯足了劲 对中国队发起了挑战 牵扯到180多根杆 如果你碰到一根的话 就是一连串的环玉 还没到把这右前方引爆 自信满满到比较失落 就那一瞬间 中国队变赛 漂亮 炒弹直辞法性非常的震撼 最后的100米冲刺 最后50米加油中国队 加油 加油 中国队再次打破纪录 炒弹超转发 炒弹很速决定 炒弹就已经成功了 然后原先一步 炒弹地溜 炒弹到中会 炒弹的地溜 炒弹到其他最后 观众朋友们 现在出场的是中国队 初秋时节 国际军事比赛2021 中国赛区的选手们再次相聚在新疆库尔勒 这是中国陆军第四次在新疆库尔勒举办这项国际赛事 与往年相比 今年比赛的规模更大 赛场设置更贴近实战 国际军事比赛是俄罗斯国防部发起并主导的一项国际性军事赛事 被誉为军事奥林匹克竞赛 在围棄两周的赛事中 中国和俄罗斯 白俄罗斯 埃及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越南七个国家的18支参赛队 围绕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 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 安全环境和声化侦察班组 这三项比赛展开激烈角逐 今天将是晴空项目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 也是最具挑战的 因为我们今天将要产生的是团体和综合赛的两枚金牌 并且今天的难度也是大大增加 在我身后全长12公里的赛道上 我们增设了400米障碍接力跑 手雷投准 以及导弹的多批次目标的射击 除此之外 国外参赛队今天也是卯足了劲 对中国队发起了挑战 我们一起为中国队 加油 秦空翻译自俄语 意思是将空袭之敌化为乌有 主要是对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作战能力的全面检验 在清空项目的三轮较量中 中国队包揽了所有金牌 然而与抢手对决摘进过程一波三折 金牌的背后有很多显为人知的故事 开始 随着裁判长一声 开始令下 起点编台摇起 比赛一开始 中国队的战车如同离显之剑冲向了12公里长的赛道 为了贴近实战的复杂路况 秦空在竞速阶段设置了车折桥 涉水场 防坦克豪等12个障碍 难度极大 对于中国队来说 第一道难关就是县界八字行路 这个项目也是各参赛国公认的最难障碍之一 比中国队更早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和白俄罗斯队 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战车迅速出发 现在跟随导播画面 可以看到战车已经到达现界八字行路 现界八字行路这个障碍是由密密麻麻的183个线尾杆 按照数字8排列环绕而成 通道宽约4米 而我们的战车宽约2.9米 在连续转弯时 车身距离线尾杆的距离是非常的近 将近7米的车身 最小转弯半径也需要8.4米 而八字行现界路的宽度只有4米 更何况这个庞然大物还要快速通过 可见不碰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一旦碰干就会面临乏食 可以看到地段边才举起了白旗 那说明在现界八字行路这个障碍呢 出现了罚食的现象 率先出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 刚刚进入八字行路就撞干了 被罚食10秒 难度最大的就是八字行的进口 进口很容易碰格 如果它进口 进八字行之前 打方向那个角度或者时机不对的话 那进口很容易碰格 第二个出场的白俄罗斯队 同样在这个位置出现了罚食 那么通过地段边才举起的白旗呢 可能会有一个罚食的情况 好的 现在战车 已经通过了现界八字行路 多个国家的队员都在这里被罚食 可见顺利通过并不容易 因为不停地追求速度 加快速度 节省时间 一些这个危险标头 或者说这种比较复杂的路段 的限制路 都会出现一定的罚食 马上轮到中国队出场了 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 驾驶员张雨泽的心理并没底 毕竟在赛前适应场地的时候 它也在入口撞干了 不要停 不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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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你下来 你看你近年你这个车都成直线了 那正常情况下 车是不是该稍微往右斜一点都行 角度有点大了 这 这角度过得是 我说有点大了 既不能撞干 又要追求更快的速度 驾驶员张雨泽该如何兼顾呢 在清空最为重要的综合赛赛场上 中国队到底会不会撞干呢 此刻战车来到了现界八字行路 现界八字行路呢 是由两个半径16米的正元拼接而成 要想顺利的通过这个障碍 总结起来呢 是有三要 一要入口出口推正好 二要两侧距离把握好 三要连续转向控制好 速度快 空间小 连续转弯 对每一名驾驶员来说 都是极大的挑战 偏差毫厘就会撞干 只见中国队在入口时还是撞干了 而入口处撞干 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环撞干 因为它比较密集 牵扯到180多根杆 然后属于这个滑滑箱口 如果你碰到一根的话 它可能另一根就会碰到另一根 或者说与这个限制入 车辆与限制入过近的时候 一旦出现发湿 都是一连串的反应 撞到一个干就要发湿10秒 如果张雨泽不能及时调整 很可能会撞到更多的干 发湿更长 此刻张雨泽能否顶住巨大的压力 及时调整状态呢 虽然撞到了第一根杆 但张雨泽迅速调整状态 在接下来的限界路内连续转弯 没有撞到杆 而且速度也很快 最终 中国队用时2分21秒 通过了限界八字起路 在各参赛国中暂时领先 顺利通过 然而 紧随出场的就是中国队最强劲的对手 俄罗斯队 在这个环节 他们会不会超过中国队呢 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队的战车 已经顺利进入了限界八字行路 在限界八字行路这个路段 坐在车厢内的参赛队员应该是最难受的 高速的行进 急速的转弯 都会让队员产生眩晕的感觉 好的 战车顺利通过了限界八字行路 边才举起了红旗 说明俄罗斯队没有撞干 取得了零罚时的优异战绩 此时 中国队暂时落后于俄罗斯队 比赛的氛围更加激烈 中国队员来不及多想 下一个挑战已经出现在面前 此刻战车来到了第一个射击地段 导弹队模拟直升机把镖射击地段 比赛要求战车移动距离不能超过100米 从射击开始到射击结束 20秒的时间内 导弹射手要在战车上 对千米之外 距离地面十几米高的直升机把镖 进行精准射击 对千米之外的射击目标远比实际直升机小得多 要想在移动中精准命中 不仅要求驾驶员平稳控制好车速 更要求射手发挥出色 而这一切都在驾驶员张雨泽的预料之中 他更担心的还是另一名射手 四天前的多能赛上 射手刺人翁秋就在这一环节出现了失误 在对模拟直升机把镖进行射击时 四人翁秋竟然偏靶了 这成了他心里过不去的坎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信心他能上靶 但是突然到靶子 还没到靶子的右前方 基本上都引爆了 当时是从这种自信满满到比较失落 就那一瞬间 发了450秒 原来多能赛那天的风速 比平时要大很多 上场之前 参赛队员们就一直在担心 长得不是 长得是逆风 现在是满右了 满右了最好的 有点影响 导致买影 由于风向突变 风力加大 导致四人翁秋在多能赛上打偏了 因此他很想在综合赛上证明自己 综合赛这一天 但接下来的400米障碍激励跑才是很多射手的噩梦 现在出场的是射手 要完成自动步枪和导弹两项精准射击 精准射击 要求射手们必须体力充沸 呼吸平稳 哪怕手上激发差一点 呼吸有一点不平稳 都会极大影响射击精度 导致偏拔脱拔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是一个身体和体能的双重考验了 因为已经是第三个100米 最后的100米冲刺 可以看到观众朋友们正在飞 四人风球加油鼓劲 但此时 参赛队员为了抢时间 都已经拼尽了全力 接近了身体极限 可以看到此个队员已经来到了射击阵地 进行射击准备 这种正常的心率是四五十 反正不会超过六十 但是如果是单趟四百米障碍的话 就是约障的话 也是全力冲刺的话 也是能达到一百七八 你不可能在短的时间内 调整到一百或者一百以内 那是不可能的 请不及格表达 请不及格表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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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寶弹与法镖… 實現了一個正常的交汇 是的 导弹发射 通过导播画面可以看到 导弹是命中的把心 俄罗斯队的三发导弹 也都实现了精准命中 但是在自动步枪射击地段 俄罗斯队出现了失误 现在屏幕下方出现的是 俄罗斯队在自动步枪射击地段的 射击成绩一共有三个把镖 被命中将发射60秒钟 中国队和俄罗斯队 在各自的比赛中都有微小的失误 到底谁能夺冠 就看最后的竞速阶段了 中国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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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晴空赛事 在新疆库尔勒举办以来 中国队包揽了每一届的冠军 如果今年错失冠军 将是每一名中国队参赛队员 都无法容忍的失败 综合赛最后的阶段 就是比拼速度的时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 驾驶员张雨泽的身上 在综合赛这场收官之战中 张雨泽能不能稳定发挥 中国队能不能禅连冠军 成败再次一举 还有最后五十米 加油中国队 加油中国队 加油 中国队冲过终点 现在时间定格到了 但是一分整 如果没有发行的话 中国队再次打破纪录 我们看到我们城后 所有的人都在 举力欢呼 我们的英雄归来了 这是我们综合赛的英雄 在晴空最为关键的综合赛上 中国队五名队员完美配合 以打破纪录的优异成绩 摘得桂冠 张雨泽凭借出色的发挥 荣应最佳驾驶员 死人翁秋 也用零失误 零罚时的成绩 弥补了多能赛的遗憾 夺得了晴空 最后一项赛事的金牌 四人翁秋的脸上露出了 其有为的笑容 张雨泽也第一时间和家人 分享了喜悦 至此 晴空技能赛 多能赛 综合赛三个阶段的比赛全部结束 中国队包揽了全部冠军 并最终以81分05.381秒的成绩 蝉联团体第一名 其实 张雨泽和四人翁秋 只是众多参赛队员的一个缩影 赛场上 为了团队的胜利 为了国家的荣誉 每个参赛队员都在全力拼搏 不断挑战极限 这是我们的晴空旁蹄 第一名的总奖章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汇标 晴空汇标 还有我们的获奖的缘分 这是我们国际奖章流动奖杯 今年如愿以尝尝 又是我们中国队拿到手了 上官就是我们的汇标 还有各个总体的 这个国际军事比赛的 各个项目的汇标 一次在这个奖杯当中 都有这位科技